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把这个心经翻烂完都证不到般若 我告诉你 只要你离开了修行的方法 就证不到 你说我证不到 我就翻其他的经 同样的 你不可能证到的 违背因果就不能得到具体的受用 如果我们只是读明白经理即能证到 佛就不会说那么多具体的行持方法了 那么 明白一部经的理 一切理又滚瓜烂熟 有人就想喝 般若我知道了 是什么滋味 那么 佛说那么多修行方法来干啥 佛那么大的本事 数千节 无量节 他都能彻之照见 哎 佛好慈悲哟 他为了度众生 简直是不惜于世间轮回的尘劳 降世于世间 度脱一切友情 既然他那么慈悲 干脆刹那之间 就把众生都甩到极乐世界去做起 佛陀的神通那么大 为啥不用个神通法 把大家度去呢 我告诉你们 他度不了 他无法把你们弄去 因为学佛这个东西啊 是因果关系 自己才能自证 自悟 自道 佛之说法如开示 就是打开法门 视现真谛 让你们见其理以后啊 自撤 自悟 转换因果 才能把你们度去的 懂到没有 那么有人说 哦哟 道家安逸些 道家 道家还是人 还是天人而已 同样是众生 还不一定比人好 我跟你们说 人嘛 修一辈子行 还很短的几十年就可以修很多功德 那神仙就可怜了 尤其是上巴洞的金仙 你这种天人 人家人几十年 你才几天 你修几百年 同样处于烦恼之中 何况你天人同样是痛苦的 你要死的时候 你的鲜花 包括你身上的自长的那些香气散退 亲人远离 看都不想看你 孤独得很 所以那并不是一个玩意儿啊 同学们啊 说到这里以后啊 我就告诉你们 我们学佛法就必须要修行才行 所以才称为行人呢 没有说念经人 观想人 不是 是修行人 所以说去说来 还是修行两个字十分重要 就是尼完开顶成道 脱壳飞仙 到了天上还得预计学佛 得正般若 入于解脱真谛 否则同样没有了生托死 佛说诸行都是为了行者自修 转换因果 契合经理的地相 双运圆容般若自显 当然指的经是佛陀亲说的法行 而不是被改写过的 或者翻译错的经 就是佛说的一切行 一切法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同学们 让所有处于各个不同的角落的众生 让你们修了以后去转换因果 那么修行就是采取具体的方法去修正 依照佛的道理符合它 然后再契合到经理 真谛的这个事理双运 也就是说经理和行持 修法结合起来 自然就能把因果转换 进入般若境界 自然显现般若真谛 般若真如就出现了 不修行要转换因果是不可能的 故我说前者般若于文字以明 但明不一定能代表实证 所以说呢 我才告诉同学们 尽管跟你们说明白了般若道理 但是你们不一定证得到的 而且会体会误解我说的般若真意 何以故 啥原因呢 因为众生是无始以来啊 若干节以来 常处轮回 他们都长期在轮回当中 受生老病死 一切苦的束缚 无运不空 故随行造业 无运从来没有空过一时 六根从来没有离开过六成一刻 那么随时随地 都在当下随行造业 所谓造业 就是重阴 即能由果显 行业就要产生 不管你好的坏的 都总还是业 而因果报应 由于属随业报果 故心随业转 不能心转业力 加之业力障概 又出自无名 故而想正般若 想急成杖 因为造了业以后 那么自然就有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 所产生来的一切境界 就要使你五蕴不空 六成执着 由于属于随业果报的 这么一个原因呢 心就随业力转走了 就空不下来了 就不可能定下来 就不能心去把业力 倒转过来转动了 再加上业力障概 出自无名境界 无名前边已经说过 你是无法阻挡的 要使你颠倒昏尘 所以你想去正般若 你产生一个想的意念 那个想本身 就是六根之一根 所生出来的一时执着 当下集成执着的一个账 他咋挣得到呢 挣不到啊 一坐下来不是想 就是分析 欲坐禅定 烦恼 妄心 分别 昏沉 调举 无名 由因感现 实着成障 你要想坐禅定 那么烦恼 包括妄想 还有你的分别心 昏沉 调举 散乱 无名 有因 就要感现成障 若干结的因啊 种下的业 自然就要成障碍 那么这种障碍 就要造成多元化的 世间的烦恼 出世的恼怒 乃至于妄想心 坐下来东想西想的 心慌意乱的 还有分别心 包括昏沉 调举 还有睡眠 做都做不下去 睡着了 弄得你来 你没有办法阻挡的 这是 所以说 业力不转啊 根本不可能进入空性 根本不可能进入你的法式 本来面目了 记住啊 同学们 我相信大家听我说 般若到今天 应该已经知道 般若的大概概念了 以后有人想蒙骗你们 什么佛性 什么般若 胡乱蒙你们 是很困难的了 比如这世界上有一种魔 身穿法衣 位居法王尊者 竟然被说成 能为行人开发真如 映彻本性 让你顿悟法身 不生不灭 这类人啊 实际上并不懂佛法 是混进佛教界的身穿法衣 拥有名头的外行 骗子 是满口离经为教邪说 只能骗愚人的可怜者 这些人 有的是大法师称谓 有的是大活佛转世 那只呢 则是装满了对真正佛法 毫无涉及的臭流 这个世界啊 登在佛教舞台上表演的各种外行人太多了 除了讲传承为背景 然后就是讲假话 讲毫无实际作用的所谓修法之外 自己没有一点真功夫 比如在西藏密宗里面 有一种功夫叫灼火定 书本上有记载 有法的名称 但就是没有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早已经死了 或者叫成就了 天才知道 这都是些不实际的说法 真的会有人能身上升高温吗 我知道有这样的人 确实是真的灼火禅宫 但不是传说的那些空洞的人物 书本记载的过世者 灼火定是现实的东西 足可以看出真假 但是本性就不是你能凭肉眼看得到的了 看不到正好给骗子们用来吹嘘大夸智能 记住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有给你 硬撤本性顿开真如的本事 这是要靠自己修正自己彻悟的 而唯一只有修行学法 转换业力 自己才能证得般若自信 解脱成就 当然法里头确实有非常甚深微妙之法 那也要有修行的德行 要经过责诀 本尊认可后才能学到的 所以只要是真心学佛 真心修行的人 都能学到好的佛法 有人会认为说 这不对吧 为什么会能突然一语顿悟佛性呢 江西马祖 湖南石头 也当下硬撤本性献钱呢 这只是禅宗就有这么多力啊 上师今天告诉你们 你们的说法正确 想法太错 这些人是多生累劫就成圣了的 而不是今生的凡夫学佛 他们不仅应撤本性 命中也会回归圣位的 因为他们是成愿再来的 不是像你们一样 原本带障业自修的 明白了吗 同学们